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今天和大家講三分鐘的視頻 今天點題的幾個字就是本土抬頭 先講講市 市今日表現都一般 城外圍做好高開之後 聲勢很快就無以為計 其後跌幅一度超過二百多點 幸好最後收窄跌幅 全日只是跌65點 仍然站在25,000點之上 下收25055 不過成交再縮1046億 跌得厲害 內險、內銀都是拖累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見到有隻角手跌得比較多 2.7% 內銀都不多靚仔 中行跌成1% 都是跌多於大市 幸好有匯豐、地產股 夾夾手手 就有些逆市上升 令整個市跌幅收窄 今天這樣再跌一跌 後市怎樣看呢 初步來說 估計的市會兩極分化 回到最初,本土抬頭 中資會一般 為何中資一般 先看看圖 上證指數 今天是再跌的了 一度跌穿3,800點 後來全日都要3%的跌幅 中A股跌,當然跟A股相關的股份 自然沒有運行 剛才提及過的 內銀、內險 當然首當其衝 特別是內險 之前舊市 阿爺叫了險資 買多些股票 越買越多之下 跟A股相關性越來越大 A股不多店 自然內險就會受制 與此同時 當然不能不提的券商股 今天券商股跌得很淒涼 特別是內地的 中國銀河跌7%很多 一枝飲足扒下來 原因都不難理解 內地股市向下 當然對證券股的氣氛不理 甚至盈利都可能受影響 進行徹一步 令整個形勢就一般 有見於上證指數 可能會再下一點 所以中資股 特別是內險 證券行可能會繼續約下 約多一兩天 為何說上證安會再弱 一來看技術走勢 見到 之前上市 星期 上市 一百天線已經無力 下回來 做一支除魚頭收 昨天 星期二 再試一百天試做力 都是穿不到 再做一支除魚陀螺 陀螺這支還有陰 陰燭的陀螺 今天再一棍劈下來 確認是一個調整會出現 另一個原因是股指期貨到期 星期五 星期五殺到七彩股 股指期貨市場 到期了 星期五結算了 究竟會怎樣移動 大家都未知 但肯定會驚驚 不少投資者傾向減低風險 令整個A股市場會再弱一弱 約多一兩天 對中資股不大有利 事實上見到國企指數 走勢明顯比恒指差 跌穿上升軌 250天線已經連跌兩天 連續收在下面 整個走勢轉弱 相反所謂本土抬頭 本土股 就英俊一點 例如恒地 今日英俊 下升1%又多 連升五天 有幫都是 挑戰下降軌 站在一百天線之上 明顯英俊一點 原因不外乎 一來跟A股不是那麼大相關 二來 昨晚美國出過數據 零售銷售比較弱 大家開始以為 究竟爺爺想加息 但加不加到 九月平加不多息 如果說是加不到 對於這些本土股 都是適有敏感的 自然有利 在這種情況下 本土股會抬頭 不過恒生之數 因為國企股成 國企股佔大多數仍然 所以有可能受國企拖累 繼續回軟 再繼續考驗250天線 事實關係 今日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